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我是刘姐 冬天大家都喜欢炒上一锅大白菜 但是炒白菜时,最近直接下锅炒 今天给大家分享饭店不外传的秘方 白菜出锅,清脆鲜香,不出水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现在正是大白菜大量上市的季节 而且大白菜也非常的便宜 一块钱就可以买一大颗 我们先用刀把白菜的根部切掉不要 然后再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俗话说,白菜不如白菜 可见白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已经有足够的重要地味了 虽然价格低廉,但营养成分远高于同类的蔬菜 尤其是维生素和钙的含量超级的丰富 全部掰好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瓶清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一勺食用小苏打 用手搅拌均匀 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融解 然后把白菜叶子放入盐水中清洗一下 白菜在生长的过程中会隐藏着一些脏东西和杂质 或者是腐烂的叶子,虫卵之类的 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一定要把白菜好好的清洗一下 加入食盐可以起到杀毒消菌的作用 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 能够很好的去掉白菜叶子上面的虫卵和杂质 像这样把白菜的叶子一片一片的搓洗干净 清洗一片以后控干水分捞出来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一下 洗好以后控水捞出来 放到菜篮子里面晾干表面的水分 如果时间比较赶的朋友 也可以像我这样抖干白菜上面的水分 炒白菜出水除了白菜自身的水以外 还有我们清洗时自带的水分 所以想要白菜入味好吃 一定要抖干一些 接下来我们再把白菜叶子和白菜帮分开切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以前炒白菜的时候经常会出现 白菜叶子都炒烂了 白菜帮很不熟的现象 如果继续炒下去就会大量的出水 整盘菜炒出来以后 丝毫没有脆爽的口感 正是因为这一步没有做好 所以这一步很关键 切下来的白菜叶子先放到菜框里 接下来先把菜帮处理一下 斜刀切成小块 白菜帮里面有大量的纤维 我们像这样斜刀切 就可以把白菜帮里面的纤维切断了 这样不仅炒出来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而且口感也会更好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炒白菜时白菜帮不要直接下锅炒 需要在白菜帮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食盐均匀的散开 搅匀之后先放在一旁腌制6分钟左右 杀出白菜帮里面多余的水分 白菜帮水分含量很高 这样再炒的时候就不会大量出水了 这时我们再来处理一下白菜叶子 我们随着菜叶子的纹路施成条状 这样再炒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顺滑好吃了 白菜叶子和白菜帮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再炒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同时下锅 否则会出现以上的现象了 全部撕好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瓣大蒜 改刀切成蒜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干辣椒 加入干辣椒会更加的香辣过瘾 我们用剪刀把它剪成小段 这样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然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再来调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半勺鸡精 再加入半勺白糖提鲜 一勺淀粉 一勺生抽调味 一勺香醋增香 用勺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淀粉可以使料汁炒出来 均匀的挂在白菜上面 使白菜更加的入味好吃 搅匀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白菜帮 已经腌制的差不多了 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没过白菜帮 把白菜帮再清洗一下 洗掉表面多余的盐分 经过这样的腌制 一点都不影响白菜帮脆爽的口感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放心去做就好了 而且这样吃起来才不会咸 洗好之后控水捞出来 用力挤干白菜帮里面的水分 然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 加入一勺猪油 用猪油来炒白菜 这样出锅以后 白菜会很滑润 口感特别好 非常的好吃 猪油化开以后 加入蒜片和干辣椒 翻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再把白菜帮加进来 继续翻炒半分钟左右 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白菜帮就不会再出水了 接下来再把菜叶子也加进来 然后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白菜叶子炒软炒熟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炒白菜的时候 先不要加入食用盐 提前加盐调味的话 会使白菜出水 那样炒出来的白菜就不好吃了 制作视频不易 你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白菜叶炒软 炒成这样的状态 然后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使白菜入味 提前把调料调好 这样可以缩短白菜在锅中炒制的时间 这样白菜就不会出水了 翻炒均匀以后 即可出锅装盘 哇好香啊 看着它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这样炒出来的白菜出锅以后 白菜不会反水 而且白菜帮也会非常的入味 脆爽又好吃 这样一道简简单单的炒白菜就做好了 一口气都能连吃两碗米饭 现在的白菜也非常的便宜 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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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